狗狗怀孕了 在她生产日那天 女主人赶紧请来了兽医为狗狗接生 然而 当兽医看到狗狗生下来的孩子后 竟然十分惊讶和慌张 女主人也非常震惊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为什么经验丰富的兽医会这么惊讶和慌张? 这个年轻的女人非常热爱小动物 但她最喜欢的还是她的宠物狗 女人的狗狗是一只非常可爱的斑点狗 从狗狗出生那一刻起 这个女人就爱上了这个与众不同的小斑点 这只斑点狗狗从小就是一只非常顽皮可爱的小家伙 而且它非常喜欢黏着自己的主人 一人一狗最喜欢的消遣方式 就是去当地的公园散步 狗狗最喜欢的娱乐 就是跟女主人学各种指令 比如握手或者站立 通常情况下 她们会花好几个小时在树林里闲逛 有时候还会去公园里的池塘周围玩耍 然而 每隔六个月 女人就必须进入高度警备状态 她必须防止公园里的流浪公狗 来引诱她家的狗狗 女人觉得自己的狗狗还太小了 因此她没有忍心给狗狗做绝育手术 但她决定等狗狗长大一点就带她去 因为她不希望自己的狗狗这么小就经历分娩的痛苦 可是每隔六个月狗狗就会出现躁动的状态 如果这时候有一条公狗找到她 这意味着她会非常容易怀孕 这天 女人带着她的狗狗照常在公园的树林里散步 在这个狗狗们都非常躁动的季节 女人不能将狗狗困在家里 于是她只能带着自己的狗狗远离公园繁华的部分 希望其他的流浪狗不会发现它们 女人正在跟自己的狗狗享受大自然提供的宁静 突然她怀里的狗狗叫了起来 女人朝狗狗大叫的方向看了过去 原来是狗狗看到一只非常可爱的野兔跑到了他们面前 小野兔听到了他们这边的动静 飞快地再往后面逃 狗狗想要去追逐她 女人使劲拉着狗狗的牵引绳 可是狗狗一直朝着兔子跑走的方向使劲 女人试着跟狗狗对话 但是狗狗根本听不进去 女人开始没有力气 狗狗趁机正开绳子朝着兔子跑了过去 女人拉不住狗狗 只能被迫在后面追赶着 当女人以最快的速度追上她的狗狗时 她对她所看到的场景感到非常震惊 原来刚刚有一只没有戴牵引绳的小公狗 和她的主人在不远处漫步 当那只小公狗看到女人的狗狗时 飞快地跑到了女人的狗狗面前 当女人感到自己狗狗身边时 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小公狗成功地对她的狗狗做了一些事情 此时 女人只希望自己的狗狗不会发生什么 然而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 女人发现自己的狗狗发生了一些改变 她的肚子慢慢变大了 这个年轻的女人意识到有些不对劲 但她想确定 事情跟自己想的是不是一样的 所以 为了找出她的狗狗出了什么问题 她带着自己的小斑点 去了附近的兽医诊所 兽医给这只小斑点 做了精细的检查 狗狗盯着眼前给自己做检查的兽医 非常乖巧 检查结果证实 这只狗狗怀孕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 女人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过 狗狗已经怀孕了 这些即将到来的小生命 都是非常可爱的 她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一大窝的小狗幼崽 她可以给他们带上不同颜色的颈圈 来区分他们的名字 兽医告诉女人 经过检查 狗狗肚子里可能存在至少十只小狗幼崽 但她不能百分百确定有几只 因为超声波可能漏掉了一些 女人再次感谢了兽医 并告诉兽医 自己并没有给狗狗接生的经验 她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所以为了防止狗狗生产时遇到什么困难 自己会在狗狗临产时回来找她帮忙 兽医告诉女人 她的狗狗会顺利生产的 当时机成熟的时候 她会很乐意帮忙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 女人一直密切观察着 自己即将要做妈妈的小斑点 狗狗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 她越来越慵懒 不再喜欢出门散步或者运动 因为她笨重的身子 让她必须小心翼翼的 女人希望自己的狗狗 可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做好准备 安全地生下她所有的孩子 这天 女人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她突然注意到 自己的狗狗行为很奇怪 狗狗摇摇晃晃地 朝女人准备好的生产房走过去 看起来很焦虑 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 女人意识到狗狗的不对劲 于是小心翼翼地朝狗狗那边走去 想看看狗狗是否需要她的帮助 当女人走到狗狗身边 她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她的狗狗要生产了 女人以前从来没有给狗狗接生过 所以此刻她很无助 不知道要干什么 于是女人立刻抓起自己的手机 打给了兽医 询问她是否可以来帮忙 兽医听着女人焦急地求救 很快同意了女人的请求 大概二十分钟后 她终于赶到女人家门口 在兽医的帮助下 狗狗顺利地生下了第一只幼崽 兽医将这个小幼崽擦干净 放在了狗狗身侧 防止它阻挡后面的小幼崽们 它们没有等太久 第二只小幼崽就露出了一个小脑袋 但是当兽医仔细观察的时候 它注意到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 这看起来不像是一只小狗 难道狗狗要一次性生两只幼崽吗 更让它惊讶的是 两只幼崽竟然共用的一个羊膜袋 兽医听说过罕见的双胞胎幼犬出生案例 然而它从来没有亲眼目睹过 这让它非常慌张 有科学家认为 双胞胎在动物中比在人类中更罕见 因为共用一个胎盘 会导致每只动物的营养物质减少 女人也很震惊 她只希望狗狗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最终狗狗生下了十一只健康快乐的小幼崽 女人欣喜若狂 因为她的狗狗和小狗幼崽们都安然无恙 之后 她为这些小幼崽们找到了可靠又温馨的新家 等他们再长大一点可以离开他们的母亲了 然而她发现自己无法将这对双胞胎狗狗分开 他们一直抱着对方不放手 如果女人企图将他们分开 还会一起哼哼唧唧表示抗议 因此她决定把这对罕见的双胞胎狗狗留给自己 给他们取名为威士忌和软糖 以确保他们永远在一起 都说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最感人的 但看完故事里那两只双胞胎狗狗 他们抱着彼此不愿意分开的感情 可以看出动物之间的感情不比人类浅 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用语言来传达的 而大多数动物都是靠行动 用自己的行为来传递互相之间的感情 希望大家可以善待他们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 别忘记订阅点赞和评论 我们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动物们的感人小故事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